12月4日晚歌神张学友在香港红堪体育馆举行 A Classical Tour学友纪念世界巡回演唱会 香港站首场个人演唱会 从而为自己23场的歌唱拉开序幕 学友亲自能在香港开四面台演唱会 他表示是香港的一个特色 假如我就是不能再做四面台的话 起码我可以做一次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 算是我们香港的经典的一个表演 就是类似这样的表演 其实算是我们香港的经典表演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学友透露早前在国内开秀比较多 而今次回到家门口开歌唱 反而感到有一点压力 开始有点怕 香港总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的 在自己地方 然后表演的时候总是有就是很奇怪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多了一点点压力 那这次算是调适的比较好的 我自己觉得 演唱会结束后 学友在采访时表示 开演唱会最辛苦 付出最多的就是幕后工作者 为此他也借媒体向自己的团队 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 我想大家也看到我 其实我特别在台上 谢谢和我工作的团队 想是一回事 可是要做出来 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 其实他们真的排除了很多的困难 去帮我去实现这个表演 在大家的眼前出现 那所以在这里再一次 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